在之前的课程提到 我们的世界是由许多物质组成 聚凡海水、空气、矿石都是 我们可以从海水里提炼出食盐 供我们饮食所用 从矿石里提炼出纯金做装饰使用 或是从空气中将氮气分离出来 做保鲜使用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物质里可以再分离出物质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物质 大多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纯物质所组成的 像这种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纯物质所组成的物质 我们称为混合物 像是海水、空气、矿石 里面的物质成分都不止一种 而纯物质则是由单一物质所组成 食盐、纯金、氮气都属于此类 纯物质具有一定的特性 像是废点和溶点都是固定的 但混合物的性质是会随着混合比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这类的物质就没有固定的废点和溶点 所以现在请你来判断一下 下列哪个物质是纯物质呢? 因为纯物质有固定的溶点及废点 所以假物质为纯物质 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 常需要从混合物中分离出我们需要的物质 例如一开始提到的 海水里提炼出食盐 矿石里炼纯金 从空气中分离出氮气 还有像是从原油提炼出汽油等等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将这些物质分离呢? 接下来我们就仿照从海水提炼出食盐的实验 来认识分离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营造出类似海水的环境 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 我们放入食盐、沙和水 将它们搅一搅 过一段时间后 你发现看不见食盐了 但沙还在 为什么? 这是因为食盐和沙对水的溶解度不同所造成的 食盐对水溶解度高 融入了水中 以至于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沙对水的溶解度低 所以不会溶解在水中 现在营造出类似海水的环境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才能顺利提炼出食盐呢? 过一段时间让沙沉淀后 用滤纸将沙从食盐水过滤出来 沙会残留在滤纸上 那这是用什么原理让食盐水和沙分离呢? 如果我们将滤纸放大再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滤纸上其实有一个又一个的小孔 这个小孔可以让颗粒较小的食盐水粒子通过 但颗粒较大的沙粒却无法通过 所以沙会残留在滤纸上 借此食盐水和沙就会顺利分离出来哦 再利用食盐和水的沸点差异 食盐的沸点高 水的沸点低 将食盐水加热 加热一段时间后 水会从液态变成气态 蒸发到空气中 我们就可以得到透明闪亮的食盐咯 这整个分离的过程 我们使用了物质的溶解度 颗粒大小 沸点的差异 这些都是属于物质的物理性质 因此分离混合物的方式 是使用物质的物理性质差异来做分离 接下来让我们小事伸手一下 来做个重点整理 只由单一种物质所组成 称为纯物质 若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纯物质 组成的物质 则称为混合物 我们可以用物质间物理性质的差异 来分离混合物 最后来思考个小问题 按摩用的精油 很多是从植物分离出来的 请问要用什么样的分离方式 才能从植物中得到精油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 请问要订阅 去找导